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节目,欢迎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3年11月29日,16点11分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本次我分享一个财富密码 Skyro Network和Debox达成合作 我们至少可以拿到1万为Debox的代币奖励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背景 那么先话不多说,我们来介绍一下Skyro生态上的项目 那么Skyro它是被微生给予高度评价的项目,一直是市场关注的重点 它自从10月17日宣布主网上线后,热度是在节节攀升的 截至目前维持的话,它的钱包地址数已经超过57万 跨链ETH已经超越12.2万个 TVL也已经达到了2640万 那么Skyro生态上的项目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成绩是亮眼,那么只要人们的视野中出现Skyro的字眼 大家都会停留几秒去查看信息 在这个流量池里,任何相关信息被提及都和被宣传的是水到渠成的 因此各方都想借Skyro之股东分吸引更多的用户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就是Texound的主页,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页面 Texound是一个web3任务协作平台,致力于web3项目的营销和运营增长 Texound是系列应用的一部分 平台能够提供一些自动化功能,减少操作流程 可以帮助自动验证参与者是否进行产品特定操作 同样Texound还具备自动发奖的功能 可以在活动结束后代替活动方立刻发奖 而活动方所有的操作只有创建活动,然后将足够的奖励 Token或者是NFT冲进自己的Texound账户 Texound还可以替活动主办方创建活动,进一步减少主办方的操作 在当前的web3任务平台中 Texound是功能简易易用发展速度较快的平台之一 该平台应具备一系列防机器人的措施 是目前真实用户率最高的平台之一 它的平台的真实率可以是达到92.9% 平台商业模式的话是Pen2B,属于流量型的平台 那么今天是跟我们Debux合作的 那么这边也可以看到Texound的资源位置很靠前 它的活动转化率也很高 那么接下来是Debux Debux是一个基于DALS结构的具有web3钱包功能的去中心化区块链社交平台 建立开放平台协助web3建设者开发成熟的DAL的治理工具 为web3社区和成员提供去中心化的社交功能及服务 并致力于解决社交信息真实度 与欺诈环境治理的问题 主要特点是包括持仓聊天 这件很火的box 我昨天的时候已经领到了房间发的奖励了已经 然后开放了DAL的工具平台 多维社交的徒步等 未来以后的话Debux会越来越好 本次的话是Debux和GarrelNetwork采用 就是联合发布的一场活动 GarrelNetwork采用以太坊的机制来挖矿 这是一种新技术 可以让网络参与者利用其钱包中的GarrelB 来推动网络 同时收取报酬 与传统的挖矿机制不太一样的是 这个post机制为网络参与者提供更多的机力的同时 也鼓励他们持续投资以太坊的网络 GarrelNetwork的挖矿可以说是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持续的过程 矿工会根据post机的机制 持续投资以太坊的网络 以获取不断的报酬 但随着post机制的更新 GarrelNetwork将会更加灵活 然后每个用户都可以参与挖矿 获取安全可高的GarrelB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背景到此为止 我们来直接实战 然后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Texon的主页 也是我们本次的活动页面 那么我们这个活动是在这里 我到时候如果时间充分的话 我们把这三项都做了吧 因为它是 呃第一个的话是可以得到一千的VDbox 这个的话是可以得到三百的USTD 啊就是一百的应该是属于他们的代币 那么我们进入页面的第一步是需要先登录我们的钱包 这里有很多选项 这里有很多选项 Twitter,Discord,Talent,Gram,还有Email 我一般是以钱包为主 所以我会直接点钱包 这里我们需要登录一下钱包就可以了 稍等一下 那是呃因为我刚刚有登录过 我本来想做完了但是 因为是新手教学我就不做了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感受一下 因为我觉得应该任务的话蛮简单 这样就已经登录完成了 那么本次页面的话仅仅提供三种语言 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理解就可能看起来有点繁琐 对我来说也很繁琐 因为音乐能力还比较差 我们点开第一个页面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任务活动页面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任务活动页面 整一个是这个样子的 对 然后本次的活动图 然后我们来做一下第一项任务 那么它是 应该是关注它的推特 点开这个页面然后关注一下就好了 Follow他们 Follow这个Gary Garry B 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就是看一下 我到时候会把这个网页的链接 包括主网的链接 包括主网的链接 然后以及各种小 就是这些小小插件的链接 我都会发到那个视频的简介当中 然后方便大家直接就去把任务做掉 然后第二个也是要 应该也是关注 DEPOS我已经关注过了 这个我已经关注过了 这个我已经关注过了 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花点时间去了解DEPOS这个平台 真的很好玩 就是 就是我已经吃到甜头了 我觉得它真的是有 时时刻刻在照顾到用户的 它也是很注重社交的 然后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是第三个任务 它是应该是点一下喜欢就可以了 点一下喜欢 那么这边出现这个爱心的标志 那么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然后把页面擦掉 然后我们进行第四个任务 本次的话它是 作为一种社区的特殊待遇 然后是与DEBOX来合作的 这个GARY 然后它是提供了1000 刀的VDEBOX代币的 就TOKENS 然后这个应该可以了 对它是一直转发 这样就OK了 然后你就可以检验出 这些任务有没有完成了 根据它的页面操作来 OK 它说我们的任务都已经做完了 都已经搞定了 然后它这边再检验 我们就不看它 我们就去下一个任务 那它这里其实已经OK了 然后接下来是参观一下这个的页面 接受 然后这个大概是一个下载的页面 OK 我们今天只是参阅 这样就OK 然后 这一步是比较关键的 它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要加入这个 DEBOX的社区 所以你要先那个 它这其实也很好 这个是我固有的账号 你可以用那个小胡椒钱包来登录的 然后点 我对 我刚刚说过我已经加入了实际上 然后 你要把这个 注意啊 接下来不要有任何操作 你要把这个页面复制下来 然后保存在你的桌面上最好 就复制下来 保存在你任何想要 就任何能找到它的地方 保存好 一定要 然后紧接着 紧接着它这个意思就是 请把你刚刚 保存的页面 然后放在这个上面 要上传到这个 还为了避免你这个弄虚作假 然后把这个 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页面 那它是我刚刚有说过上传到 那个这个上面 然后点击一下上传 然后选取我们刚所结的那张图 然后把它放上去 记得一定要按一下这个 然后它上面会出一张进度表 速度还是挺快的 等一下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传错了 我好像是传错的 没事我再传一下 是这个 传错了 它居然就是 还不纠正的 然后点一下这个 然后点一下那个 那个Complete 就完成了 OK 它就 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任务都已经完成 就这一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然后是有加经验的 到时候会 如果在那个 获奖名单里面 就是TOP WINNER的上面的话 我们是可以得到奖励的 然后它这里 是这样的一个 OK 那我们这边就是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OK了 接下来就要等待它发奖就可以了 它刚刚 我刚刚也有说过 它这个是可以带发奖 我们继续打开这个平台 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不确定这个任务有没有完成的话 我相信你刷新一下 然后再去看一下它 应该也是可以显示说完成的 OK 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进行第二个任务 不知道这个任务难不难 我都没有做过 这个应该也很简单吧 它都是有奖励的 但是它说稍微要累一次 OK 这个活动就过期了 不对啊 哦对对对 对 那好今天的节目分享就到此为止 这是一个裁缝码 希望大家就是牢牢抓住 也是尽快的 它每个活动都有时效性的 那么欢迎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